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日本艺术家野村一圣曾因设计上下翻转,就能将挑战字样变成胜利的比赛海报,引发外界赞叹不已。 但有民众近日指出,在台北捷运中校敦化站的出口外境发现,有卖红包带的业者直接将这样的设计盗用在红包上,让许多网友直呼无耻。 野村一圣也在网路上留言回应,强调不会因此就讨厌台湾人。 日本高中美术科教师野村一圣擅长巧妙运用双相图,他先前曾为日本唐金赛顶的G1,全日本王者决定站设计宣传海报,在海报中央的挑战以及最强两组大字,若点倒过来就变成胜利即战场。 当时作品出炉后曾让外界赞叹不已。 但近日有网友在脸书发文指出,在北捷中校敦化站的8号出口外的店家竟发现,有人未经由原创作者同意,就擅自将野村一圣的原创作品印在红包带上,借此增加销量。 这般做法让目击的网友直批实在感到无言,其他网友看到后也纷纷踏发说这也太不要脸,这跟强国人有区别吗? 不过也有网友突破盲点询问8挑战胜利用在红包上,不知道是什么概念。 另有网友则是在底下PR出截图质疑,其实还有其他店家也疑似盗用,让网友直呼要俱买。 不过目前前往该店家的脸书粉砖,已看不到该片。 同时在底下的留言中也有热心的香港网友标注野村一圣,野村一圣本人也现身说法,表示他除了感谢原PO告知他有这件事,也强调没有允许他人这样使用,并表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 将思考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,野村一圣也强调,看到大家觉得这样做事不对的感到很开心,同时也表示他不会因此就讨厌台湾人,才能努力2016年制作美季点阅中2017入选。 Twitter 抗LWWKLJJA5 UECINA MIRA 野村一圣 Edicino Mira November 20 2017 正利挑战就是胜利 你知道汉字艺术师野村一圣吗? HTTPS T KOE Z3 GDQ Pick Twitter KONMD-87MHR9AS和TB-BOXJANURI3-2018